狗仔偷拍许维恩478万马沙拉蒂随后随到打包打骂高一翔 许维恩去年11月分手可领百生之后仍多次被拍到同车同狂同优异地但不认复合 许维恩今年3月还被曝于马来西亚同门师弟吕瑞过从甚密 新欢有183公分高挑身材长相又大骂高一翔之称 昨天19日晚间苹果直击旅瑞现身排北街头 他与大骂知名演员吴丽璇 举友举友在中山区Smith & Zoo吃下午茶 二人对座话题不断相处十分愉快 用完餐后旅瑞到柜台买单 接着他拿着发票回到座位 不久举友举友起身体 也想要拍照 他一身中空中露出小蛮腰 在下午茶的店拍一镜照 旅瑞不愿其烦帮忙长进 中途旅瑞独自走到外头 疑似打电话给许维恩 女方似乎在忙工作而无法会合 旅瑞则又回到店里继续拍照 二人穿梭的角落不断拍拍拍 有大量的时间可以消磨 昨晚七点 旅瑞与举友举友举友走出店门到旁边巷子 突然接到许维恩电话而折返 接着熟门熟路上了许维恩要价478万元起的 Mercera T-Levian修旅车 坐上副驾驶座 坐车直奔信义区 到基隆路时举友举友下车 车上之胜这队飞闻男女许维恩毫无悬念把旅瑞打包回内湖新住处 直到深夜未见离开 暧昧之情不言而喻 今天下午2点多 许维恩又驾驶马沙拉底外出 他开到住家附近停下 下车对镜头鼻哀 接着进打勇食堂 一二三名女友人会和吃下午茶 对此记者求证徐维恩 他笑说我没有带他旅瑞回家 他坐另外一台车走了 我们都是同一个公司 常常碰面也很正常 现在真的没有心思谈感情 记者在问徐维恩是不是因为旅瑞不是他喜欢的行 他表示不是那个原因 是因为现阶段我只想全心冲刺工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